从省城回来后 他就再没有去过医院 两个月后 他的肝部疼了起来 他知道 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脏了 这种疼痛越来越厉害 最后变成了一种压倒一切的痛苦 现在他已经虚弱的下不了床 只能让娃们围在病床前上课 这天的课已经上到了深夜 直觉告诉他 这是他的最后一夜了 他把剩下的12片止疼药 全都拨出来 一把吞了下去 他知道以后再也不用吃药了 在吐出一口黑红的鞋后 他已经抬不起手 他用细弱有死的声音 开始为娃们讲述初中的课 他知道这些娃们 可能一辈子都听不到初中的课了 他们应该知道 稍深一些的学问是什么样子 今天我们讲初中物理 物理你们以前可能没有听说过 他讲的是物质世界的道理 是一门很深很深的学问 这一课我们讲牛顿三定律 牛顿是从前英国的一个大科学家 他说了三句很深的话 这三句话把人间所有的东西的规律 都包裹进去了 上到天上的月亮 下到刮风下雨 都跑不出这三句话划定的圈圈 这就是牛顿三定律 下面讲第一定律 当一个物体没有受到外力作用时 他将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不变 也就是说 你蒙推一下古城上的十年字 他就会一直滚下去 滚到天边都停不下来 当然 现实中他会停下来的 因为现实中有太多摩擦力 这个世界上没有摩擦力的地方 是不存在的 是啊 他的人生充满了摩擦力 他在村里是个外星人 本就没有多少分量 而他又是一个倔脾气 为了孩子们上学的事 又是把全村人得罪了个遍 他总是想给村民以科学和文明 给娃们以理想和未来 但村民们心里只有盈盈勾勾 所以他变成了一个只会耍嘴皮子 让人讨厌的人 生病前 他从县教育局要回一笔维修学校的款子 可村里想过节请个戏班子 唱两天戏 就拿走了一小部分 结果戏台子都搭好了 他愣是从县里拉来一个副县长 让村里把钱拿了回来 扫了全村人的信 他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先是村里的电工把学校的电掐了 导致他只能举着蜡烛上课 接着给学生做饭取暖用的节感 村里也不给了 逼得他不得不撂下自己的地上山大拆 牛顿第二定律比较难懂 我们最后讲 下面先讲牛顿第三定律 当一个物体对第二个物体施加一个例 第二个物体也会对第一个物体施加一个例 这两个例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他看娃们陷入了沉默 想用手比划一下 但手已经抬不起来了 他感觉四肢像铁一样成 感觉自己的躯体像要压他床板陷入地下 他知道时间不多了 他心急如焚 极力想在有限的时间里给我们多讲一些 下面讲牛顿第二定律 一个物体的加速度 与他所受的力程正比 与他的质量成反比 他进一步举例说明 他惊奇自己的头脑竟如此清晰 思维如此敏捷 他知道自己生命的蜡烛已经燃到跟上了 绵性倒下引燃了最后一片蜡油 火焰熊熊的烧起来了 剧痛消失了 身体也不再沉重 甚至他已经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 他的全部生命 似乎只剩下那个疯狂运行的大脑 但这个大脑的能量也即将耗尽 他焦急地问孩子们听懂了没有 娃们抽气着说懂了 让老师快歇着吧 他感觉到生命的火焰在快速摔落 他知道娃们没动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喊道 呸呀 娃们抽气着背了起来 这几百年前就在欧洲化为尘土的卓越的头脑产生的思想 以浓重的西北方言的同意 在二十世纪中国最偏僻的山寸中回到 就在这声音中 那烛火灭了